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其實對我來說每個星期都聽聽不同的話題得益很多 我經常都說在身體健康方面除了有我們傳統講的中醫、西醫之外 真的有很多種方法 無論是民間的智慧也好、自然的一些大戰的調理、疗法 只要它對我們人的身體有好處 我都很想介紹給聽眾 像我跟這位免疫學博士顧小培博士 我們都做節目了一段長時間 當然我知道不是每一種大自然的植物 我們都一定適用 身體可以有不同的需要 每個星期都希望博士可以講一點 在大自然裡面有什麼植物其實是寶 我們不要當它是草 適合的時候去使用它 可能真的對我們的身體有很多不同的好處 上個星期博士你記不記得 你不是講過螺旋組 螺旋組就說 其實它正是我們人體需要有氨基酸去幫你做蛋白質 我也看過一些文章 它說我們需要的氨基酸起碼有20種以上 有些人說是22種有些人是20種 但無論怎樣也好 有些是沒有辦法是透過身體自己去製造出來的 所以要透過食物去吸收 你上個星期不是介紹的嗎 其實有些朋友剛剛有個聽眾問到 就是說它的血管如果假設有很多鈣的話 那怎樣處理呢 你就可以考慮用自然食物的方法 螺旋組也是個好方法 因為它是含有人體所需的所有的氨基酸在這裏 但我想問一下你 有沒有人是不適合吃螺旋組的 沒有的 所以好像有沒有人不適合 飲水是嗎 吃橙汁 可能是 其實每個人都適合的 每個人都適合 那會不會太多 剛才你說橙汁我本來想駁你 但我自己又覺得應該要很合理地去說 如果你太多就不行了 那它有沒有太多的問題 通常吃健康食品 你不是一碗飯這樣吃下去 通常是一匙間或一粒這樣吃下去 那個是好像一個點點機 點心的東西 所以除非你是 我都想不到什麼情況 你會這麼大量這樣吃下去 還有你說螺旋組 除了它有這些需要的氨基酸 必需要的氨基酸之後 還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或者更加適合沒有什麼類型的人 有一類人叫做缺鐵性的貧血 即是它的紅血球皮不夠鐵質 很多時候醫生就開鐵丸 鐵丸是我有少少保留的 因為鐵是一種很強烈的氧化性物質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孕婦 她懷孕的時候 她不夠血 她鐵性頻率的醫生就開鐵丸 但因為鐵丸 會引起很多叫做養油尼基 結果那個孕婦就出現了 叫做任神的糖尿病 因為那些養油尼基 就弄傷了她的胰 令到胰島就做不到足夠的胰島素 螺旋造就是有很好的一個鐵 它的補充鐵質 有些人吃素的 她說我不吃得豬潤 即不吃肉那些 因為豬潤就是肝裡面 有種叫做lectorferrin 有含鐵質的 血裡面叫做hemoglobin 就是血行素的鐵質 但你怎樣叫出街人 或者吃素的人去吃豬紅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又不可以吃芋 譬如豬潤又要有膽固醇 不要說芋 肉都已經不吃了 所以你就說螺旋造 對於他們吸收鐵方面 就有很大的幫助 是的 因為它是素的 是 因為它是植物 好 回答了有關螺旋造的問題 另外我看到有些聽眾 因為每個星期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想回答一下聽眾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在關這個健康食品 我們講過的 或者是博士曾經講過的問題 你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Facebook 將你的問題留下 雖然我未必一定即時解答 我未必一定下個星期就立即可以解答到你 但不要緊的 那你就留下了 有機會我就會問博士 博士這位聽眾已經較早前問 他說我們有在節目上 我都記得我們有講過劉辛酸 劉辛酸這種的物質 這種化物質是甚麼來的 你先介紹一下好嗎 劉辛酸是一種分子量很低的 很容易合成的 一些成分可以激活一個很重要的酵素 叫做AMPK 激活了AMPK 就可以處理血糖 可以處理癌固醇 可以抗氧化 防止老人痴癌 防止拍金訊症 防癌 那是很好的 如果你說你只介紹一件事 我甚麼病都沒有 我只是想保健 那我就說劉辛酸 那劉辛酸本身 你又說它的分子很小 在我們大自然裡面 有甚麼食物是有劉辛酸在裡面 其實每個細胞都有 細胞製造能量的時候 就會涉及劉辛酸 即是你先說每一種食物 都是由細胞組合而成的 不是 即是可以在細胞裡面提唇出來的 那這些是甚麼細胞 動物又有植物的細胞都可以 即是可以提唇到這個叫劉辛酸 是的 但因為提唇的純度 你不如又不是那麼難去合成 所以很多時候 索性就用人工合成的方法 但人工合成都要看純度 有些純度去到99% 我們叫工業上的純度 有些純度去到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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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就是藥的純度 那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 工業用作工業的純度和藥的純度 那對於食用的人來講有沒有分別 有分別 因為我們不喜歡那1%的雜質 即是我們應該要用99.99的 是嗎 是的 不應該用99% 我們買不到的 通常因為它買得出來的 那些都已經是藥的純度 OK 那我想將這個問題帶回給你 他就這麼說 他說他經常都聽到你說 有關劉辛酸的好處 他都見到劉辛酸 他說有兩種 一種是R的 那個是怎麼讀的 就是這個不知道什麼 叫做Alpha Alpha Lipoic Exit 另外一個就是R form 他就說是為人體細胞內的天然流生酸 而另一種就是由人工合成叫做L form 他搞錯了 有一個叫做L 有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折射 譬如說將一樣東西 弄成一個晶體 就寫到光束對著晶體射去 光束可以折射左邊或者右邊 一個就是折射左邊叫做L 很多時候 譬如剛才說到一些氨基酸 氨基酸差不多99%都是L 我們身體氨基酸就不會另外一樣東西叫做S 所以L他有一點點好像 他其實說出來也不知道有什麼重要性 其實到現在 不需要說出來的 其實到現在 我都想再補充一下 因為剛才你的解釋 我都不是太了解 其實他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他說他跟家人都有吃流生酸的 後來他看到這些資料之後 他有點擔心這些人工合成的流生酸 會不會對身體有懷處呢 待會可不可以用一些地球語言解釋 好 地球 我要講地球語言 好 待會再講 好的 我的事務所 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跟免營學博士 就是顧小培有時候聊天的時候 我經常都跟博士說 博士用地球語言說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相信 因為他們有些知識上的層面 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 博士 其實無論是科學家也好 或者你做免營學的人 有時候你們說的話都是很深的 不是很能夠掌握得到 可不可以用一些簡單的去介紹 因為這個聽眾所問的 一個叫做R form 一個叫做L form 一個所謂的流生酸 他就看點不看點 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隻手 這隻手是對稱的 即是說 一隻手是另一隻手的 叫做Mirror Image 好像鏡頭反映出來的 但這隻手 你將它重疊一下 你就知道 連人的手不同 所以譬如說現在 有任何的譬如一個糖 或者任何的東西 你將它整成一個晶體 晶體如果你是射一度光束 去到晶體那裡 那個光束會有些會折射 折射即不是直去的 會射斜一點的 射去左邊或者射去右邊 譬如說如果它折射右邊的話 就叫做R 折射左邊叫做L 所以譬如說現在你和人握手 你和人握手 你當然大家都出隻右手 通常會用右手 但是你不會用右手押 左手押不了 嗯 沒錯 我和你握手 右手 右手對右手 但是右手押不了左手 就是說有時候 你的身體所有的機制 都是一個扣一個 但是如果你出動左 你沒有辦法去影響右 就是說如果你弄一個左船肉間 即是左船肉間就是流生酸的一種 譬如說左船的任何東西 那左船的東西 你就可以身體很多時候都是左船的 所有的安基酸都是左船的 那你就可以那個 即是你對的 大家的語言能夠對著 對著說的 對著聽的 對著什麼 但是如果你是 你慢慢跟人握手 你用右手去握人家左手 就握不了 握不了的 覺得你好怪的 你硬要握得很離譜的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其實買健康食品 他不需要講得那麼清楚 反而譬如說有一次 有一次有個香港的食環署來 你時不時來巡捕我們的店 他看到一張東西叫做五強黃銅 他說什麼來的 在哪裡來的 這個可以在西近 橋蜜沙擊洋蔥 一般人都叫洋蔥素 他說為什麼你不叫洋蔥素呢 你叫洋蔥素大家都明白了 你叫五強黃銅都不知道說什麼 是 以為是化學藥素 其實就是洋蔥素 好像維他命C 你就說維他命C 但是你不要搞到 Ascorbic Exit 那個是維他命C 或者是維他命C C12Cinocobalamin 人家都不知道說什麼 行內的人就用一些術語 行外的人要溝通 你就用一些 維他命C 就用一些空俗子的字眼 所以如果你買一種叫做Liprox 其實不需要 分去了或是有 不需要 全部都是的 你不會買到一些有的 就是全部他們都已經可以 跟我們人體吸收到對應 就是合牙 合牙的 但是為什麼他會說到 如果你是用左船的話 你買不到的 你只是買左船 L的Liprox 是不會有R的 沒有人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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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麼有趣 為什麼在網站會說這些 令到看的人會很擔心 要是合成的就是 其實你不用擔心合成的 合成可以尋得很重要的 現在我想 99%是維他命C 全部合成的 我第一份工 就是叫做羅氏藥廠 他現在就是維他命C 所以他 所和維他命有關的都是他做的 可以說幾噸幾噸這樣做出來 因為全世界這麼多 中國都14億 你再說其他地方 各個地方都需要 即是他不需要透過植物去做任何東西的合成 他就自然在化成 簡單的那些就兩下就合成了出來 這樣就可以 如果提算的話 你可能很多 很多東西要留在那裡 反而有一個 處理那個廢物的問題 是 我想多問你一下 其實如果你這麼說的話 如果在坊間裡 他買的健康食品是流辛酸的話 基本上你不要管他 是不是合成 基本上他都可以讓我們人看 是可以對 對談是可以能夠接收吸收得到的 是 長期吃有沒有問題的 劉辛酸是 長期吃很好 你說多一次他的好處是什麼 好嗎 我們經常聽人說 我們要做運動 做運動對身體是好的 好處在哪裡呢 你做運動的時候 一定消耗一些能量 每個細胞都有些能量儲備 叫做能量的電池 叫做ATP 可以儲存三份的能量 做運動就是用這樣的能量 就變成兩份 那個能量電池 只有兩份能量的電池 叫做ADP 你繼續做運動 就用多一份 只剩下一份 叫做AMP 一份能量 那到AMP 那時候細胞很緊張 因為如果一份都用完 細胞就死了 沒有能量 那時候 就撻了細胞的酵素 叫做AMPK AMPK 就要開源節流 就是拿多些葡萄糖進來 可以多些能量 那他拿多些葡萄糖 那你就不會有糖尿的問題 那他又想細胞裡面的脂肪 用它去製造能量 那你就不會有脂肪肝 也不會做膽固醇 那 那就是說如果他有脂肪肝 有膽固醇膏 都是對身體來說 都不是一件壞事 可以用這個流生酸 都可以 去把它有些調節一下 是啊 譬如說 譬如說 兒子跟爸爸說 爸爸我想搬出去 爸爸說哪裏有錢 讓你搬出去 譬如說現在有個細胞 他想一分為二 那細胞已經不夠能量儲備了 你還去一分為二 那就是說你可以連癌的風險都少了 因為他不能夠給細胞一分為二 那流生酸呢 就是可以拆除這個AMPK 那流生酸呢 它本身是抗氧化的 可以過到血腦屏障 所以它就可以去到腦 就保護那些神經細胞 保護了就不會有拍甘信病 又不會有老人退化症 那所以你吃了流生酸呢 你可以幫助你處理血糖 我不要說醫 舒服 舒服或者是守護身體 一說醫會踩到戒 那守護身體令到你不會有糖尿病 或者減少風險 減少脂肪肝的風險 減少膽固醇的風險 明白 減少老人痴外 減少患癌的風險 那時間差不多有介紹了流生酸 再一次帶給大家不用擔心 原來流生酸在坊間 你買到的真的健康食品的話 基本上它也是可以跟我們身體握手的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博士 拜拜 下星期再見